- 非正規實習生Yum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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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因為台灣目前疫情影響的關係 - 我們全面都才可以要上班 - 也就是說呢 - 我們的非正規情報站換攝影棚囉 - 因為硬體設備的限制 - 收音和畫面可能都會比以往 - 還有哭吵一點點 - 希望各位可以多多包涵 - 在防疫期間我們還是會盡力把情報帶給各位玩家喔 - 那麼我們就先回到今天的主題 - 大家應該都有看到非常帥氣的夢魘傑洛吧 - 自己有一點好奇 - 到底這麼多版本的傑洛都是從哪裡來的呢 - 今天就讓我們來為大家介紹一下吧 - 之前我們有提到 - 覺醒傑洛是因為受到細個馬病毒的影響 - 而回歸到最原始也是最強的狀態 - 那麼夢魘傑洛是怎麼來的呢 - 這就要說到在洛克人X6中 - 原本跟艾莉亞立組同一個研究單位的凱特博士 - 她擁有超乎常人的天才頭腦 - 能製造出性能非常卓越的思考型機器人 - 但是因為她的個性非常的高傲 - 再加上她製造出的思考型機器人的行為處事都太過危險 - 於是她被迫離開了她原本的研究單位 - 她意外獲得了解弱DNA - 於是她就跟來歷不明的思考型機器人艾索克 - 一起利用了解弱DNA來製作解弱的複製品 - 也就是夢魘傑洛 - 夢魘傑洛擁有解弱的記憶 - 也常常以為自己就是解弱本人 - 但因為她的記憶錯亂 - 再加上本身性能非常的強大 - 所以這就讓她變得非常的危險 - 這邊我們補充一下在X6當中出現的夢魘現象 - 有許多的思考型機器人都陸續出現了類似幻覺的現象 - 也因此造成非常多的思考型機器人狂暴化 - 而造成夢魘現象的原因就是夢魘病毒 - 夢魘病毒呢 - 夢魘病毒呢 - 夢魘病毒就是凱特博士研究了解弱DNA之後 - 所研發出來不同於無形的西格馬病毒 - 夢魘病毒是有形體的 - 這也讓她變得比較容易消滅 - 希望玩家們會喜歡帶有邪氣的夢魘解弱喔 - 以上就是今天的非正規情報戰 - 我們下次見 掰掰